他们刚刚在抢那个位置 他说他 所以他换到 刚刚就是他当我的兵猫是吧 对啊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都不拍 是因为 从这边插队进去了 你看 可以 你知道吗 什么人家都很宽然 中国人 就是因为 哈喽大家 花花出现在机场 姐姐已经走了 花花呢 也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 今天我们要出发 来个两人的小旅行 现在已经在机场了 这支影片要带大家 看我和狸猫同学 从台湾前往澳门的旅行 没想到 到了澳门后 遇到了超多大陆人的事 几天的旅行下来 让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中国游客在国外旅行 为什么这么的不受欢迎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一次澳门旅行 看到的路客五大乱象 一起来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吧 感谢本日影片赞助厂商 Surfshark 这一次来澳门旅行 多亏了有Surfshark 保护我们的上网安全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 来跟大家推荐 Surfshark VPN 我已经完全离不开它了 像我们现在 入住酒店 想要在等待的时间 追个剧 在公共区域上网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安全 使用Surfshark 加密你的线上资料 同时也能保护 你的个人资讯 我问你在干嘛 我在追剧 怎么进不去 别急 我有神器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轻松解锁 受限制的影集 它有超过100多个国家 可以让你选择 今天你想跳到哪里 就跳到哪里 台湾 澳门 台湾 澳门 Surfshark还可以预防广告 真的我超害怕 去了一个新的环境 电脑被恶意攻击 用Surfshark 它会自动组织 超过100多个 恶意网站的攻击 这样呢 我就放心多了 很有广告 好丝滑好顺畅 如果大家经常出差的话 非常适合使用Surfshark 而且一个账号 可以在不同的装置上使用 手机可以 iPad可以 电脑也可以哦 现在起独家 Surfshark圣诞节优惠 只要输入我的折扣码 花花 享有花粉专属优惠 加额外5个月免费使用期限 5个月免费使用期限哦 详细资讯都在下方资讯栏 大家快来点开试试看吧 但是天气还蛮好的 诶 这个很热了吧 这个是美高美的发财车 这个是永利皇宫的发财车 就在我们前往发财车的时候 身后出现了一堆 叽叽嚷嚷的大陆人 我一听是大陆口音 一时间还觉得很亲切 我们找到了这个海立方 我们坐到海立方 然后再去转到金沙 我们在这边排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哎 走到这边 我终于闻不到烟味了 知道吗 从我下了飞机 坐发财车 到处都是烟味 对 然后呢 最搞笑的是 发财车的那个工作人员 他还提醒他们说 不让他们抽 说抽烟味八块 一千五 那些大哥还在那儿抽 而且还乱扔烟头 真的是 哎 我当时一听 那一听口音 都是我们大陆的口音 我的同胞 我也不好意思录他们 难怪那时候你不就好 我怕他们打我 没错 我真的怕他们打我 因为当时工作人员 在提醒他们 不可以抽烟的时候 那个大陆游客 根本没在听 他们不是在那儿抽烟吗 我就问那个阿姨 我说你们是上海来的吗 他说不是 我们是福州 福州 哇塞 讲话声音又很大 然后还在抽烟 还扔地上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 大陆人出门旅行 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很夸张了 而且这还不是个例 工作人员提醒了 还不遵守规则 这是我遇到的最差劲的路客 总之 我老公看到了 这个 必须来一杯 刚离开台湾半天而已 只顾放飞自我的大陆人 真的好多 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 说完了这一件 还有一件事 两杯 先喝个台湾的饮料吧 没想到在澳门街头 还能看到台湾的品牌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公共场合公然插队争先恐后 不管是排队买东西 还是排队上下电梯 甚至在酒店自助餐用餐区都能看到一些不太美好的画面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说大陆人有钱可以出国玩 金钱能力提升的同时 那为什么人的素质还是这么低呢 只要出去玩 人群中嗓门最大的 不用怀疑 那一定是大陆游客了 不信的话下次出国你也瞅瞅身边的人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到大三吧 这边超级美超级美的 晚上人超多的 他们白天的人也很多 因为现在刚好是圣诞节 你看还有圣诞的装饰 这个就是大三吧 这就是我们来澳门的第一天 好吃的猪肉干 还买了 第一攒就沦陷了 沦陷好吃 如果吃后面还有好多好吃的 对然后还有台湾的供茶 喝两杯 对然后今天下午的下午茶也很好吃 就可能我们前因是你会觉得香港澳门台湾跟我们这不太一样吗 哪个好吃 一个 这个 我直接下手了 反正就我们两个 好喝 在剪辑影片的时候 我一直回想来到澳门的第一天 为什么我会受到如此的冲击 大概是因为我来台湾生活的五年内 台湾至今都未开放对中国大陆的自由行 而我身边早已没有了路客的模样 这一次来澳门 走三步一回头都是路客 以前也听说全球最不受欢迎的国家第一名就是中国游客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三件事 是真的蛮让我难以言表的 你看这个鸡沙娱乐 这个是我们误打误撞进去了 然后走了一下 我们来到了罗马剧院 当初都是圣诞节的氛围 在罗马剧院遇到的几乎也都是从大陆来的游客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李猫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有好多好多我们那边的大哥 直接闯入镜头 如果能抢到一个好的点 就是 才对你的点不让我拍 然后你走了他就可以拍 开玩笑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 但就是这样的小事 如果大陆人在出国旅行时 能够多注意一下 那别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文明 礼貌 客气 一句谢谢 一句不好意思 一句对不起 一句请 这些看起来最平常不过的礼貌用语 但在这一次的澳门之旅中 我一句也没有听到 他们刚刚在抢那个位置 他说他比较高腿长 所以他换到比较前面一点位置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前面位置 是不是可以让他的脚比较好摆放 可是我记得买机票是按照机票价格来划分区域的 如果他没有买到那种比较可以选位的 对 他是没有办法选的 所以他在这儿也没有用了 Oh my god 原来个子高就可以跟航空公司拷靠前的位置 我又学到了性知识 那个工作人员现在已经处理他们处理很久 从我们等待排队 就听到这个陆克说自己长得高可以选位置 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没想到我们都准备离开了 那位先生还在要求工作人员 要on位置的那个大哥 现在还在on位置 还没解决 还没解决 对 这种行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也真的很傻眼 我只知道航空公司会释出一些位置不好的 以便宜的票价放在各个平台上销售 我在想这位大哥不会是买到了便宜的机票 因为我听到工作人员说没有办法帮他处理 但他就是很坚持 拍着拍着第五大乱象出现了 为什么他们都不排队 是因为他们这边 这边写团体他们不看字 是吗 没有啦没事没事 有可能没看到了 然后呢现在就开始从这边插队进去了 看 在人家这个男生后面排 就完全没有在这里面排 后来就被工作人员指引着去那边排了 就是因为老师有一些人 他们根本就不看 就乱插队 那你插队的话 如果我是外国人我看到我就会觉得 中国人怎么都是这个样子 你懂吗 没事的 我们做好自己就好 在澳门机场看到了机场乱象 五分钟三件事情 我腿长 你觉得这个是最好笑的是吧 我腿长所以他要选位置 对 但他还在这个地方呢 但是他确实腿挺长的哦 不知道最后到底弄好了没 反正他已经站了很久了 在澳门遇到的这五件事 不知道观众们听完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相信并不是每一个大陆人都是这个样子 但在海外旅行时 很难不看到这样那样的乱象 我理想中的大陆游客 他像台湾人一样千功多礼 而不是嚣张跋扈 我想象中的机场大陆游客 温文尔雅 而不是到处大声喧哗 有人说你见过大陆的繁华吗 是台湾没有的 是的 我见过 但是在外面的世界 我却从未感受过文明的中国人 在台湾待久了的我 还能回得去大陆吗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而中国游客为什么在国外不受欢迎 我想我也看到了答案 对 然后今天下午的下午茶也很好吃 赞 非常好 除了那个烦人的烟味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花花的话记得爱花三不走 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 76块钱一磅 刚刚老板娘说 差两块让我们补上去 然后再多给我们一大片 老起来 牛齿流香 肉质醇厚 我今天只能再吃一片了 因为我刚刚也吃了三遍了 现在小胖花了 小飞花 好了 明天见 我自己是否跟她 很厉害 还是 我们带路融化 然后 我们 就 你 那